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个魏昭的故事,我很喜欢魏昭,不是说我很喜欢,就是我被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,包括成长到了朝堂之后他所面临的各方势力,包括他遇到了僵死之后的事情,我被这些事情吸引,所以很喜欢魏昭这个角色。 其实这一切都比较是巧合,我没有故意去选择一些什么古装戏啊,选一些比较悲的结局这样的戏,其实都是巧合,我只是喜欢了魏昭而已。 因为故事本身,剧本本身足够吸引人。 对对对。 那很多抖音网友们在预告放出之后,就有那贴心的评论。